28House日日每日樓市 汐阳28House找楼app 赞助播昌 港银减息兼股市做好 整体的入市气氛改善 过去周末两个的新盘买楼 重现打蛇饼的场面 大协一手的周末开了250张单 至于二手屋苑的成交充数 就按周回升至最多10宗 人头涌涌 人龙在燕 减息效应推高多个一手盘销程 过去周末首度以价单形式推售的 跑马地One Jordan's Lookout 首轮85个单位沽清 途现超过6亿8千万 发展商英皇国际 随即加推18个单位 或一是开放式 面积179到180平方尺 至实最便宜入场大约360元 同日卖楼的元朗站 上阶项目对Yohu黑业 也有不错的销情 新一轮销售卖出112个单位 占推售单位大约93% 全盘去到现在累积卖出535个单位 套现近50亿 发展商新地打铁趁热 加推94个单位 结实平均尺价15127元 比起对上一张价单高大约4% 另外市场也不乏大手客入市个案 资本策略油马地高林 获一组卖家以8800万 买入4个顶层单位和2个车位 至于加华 汇德峰和中国海外等等 合作发展的启德海湾第一期 有投资者 斥资超过1460万 买入项目3个一房单位 连同其他一手成交 消息说过去两天 一手买买一共有大约250宗 比起对上周末的20多宗大幅增加 坚近10个周末高位 整体市场气氛改善 一手新盘销售 未对二手交投构成太大压力 道理说过去周末 二手交投稍微回升 10大屋苑成交最多10宗 李家角说 本地银行跟随美国下调最优惠利率 加上股市表现年一做好 都对本港楼市带来充气作用 美联物业说 目前二手市场仍然不乏顺盘 相信可以吸引部分买家 或一手向愈客入市 预计10月份的整体住宅交投 将会比起9月份有显著升幅 周末零成交的屋苑减少去到两个 而成交比较多的屋苑 分别是黄埔花园 美肤新村和江湖山庄 分别都录得两宗成交 见到一手的销程布置 发展商当然是要紧握这个推判机会 其中被视为主要战场的启德 抢客战一族食法 位于跑道区 由新世界和远东合作发展的柏惠心仪 日前突击公布首张的价单 涉及155个单位 面积262至451尺 其中36个指定单位 最高的折扣率是1成8 另外有28,000元的楼价扣减 其余单位的折扣只有6% 整批单位折扣售价大约是425万起 折扣的平均赤价是19,100多元 较7月开架的另外两期 头一批单位高至少6.9% 发展商同步落实在这个星期三 以先到先得的形式推售 抢袭成为10月头一个开售的全新盘 至于被截击的同区天晒天 亦加推122个单位去迎战 面积236至559尺 折扣售价大约是474万起 折扣的平均尺价是20,900多元 较头一批单位高大约6.5% 消息说项目连日来收票超过7000张 以头两张价单304个单位去计 超额迎舊超过22倍 发展商新地表示会视乎市况再公布销售安排 最后看看H-on的最新变化 供楼相关的一个月期拆息 持续向上连升了7天 最新是报大约4.32里 继续建大约一个月的高位 而目前主要大型银行新造H-on的息率 普遍是H加1.3里去计算 除非设有3.875里的所息上限 按息大约是5.62里水平 按揭顾问经诺说 拆息连升是贵结因素 加上股市暢黄 大动资金需求 但随着新一季和美国减息周期开始 预料的拆息会反复下跌至到3.5里的水平 又不排除年底前本港的银行 有机会再下调最优惠利率 至于目前的市场 五个的最优惠利率 息率介乎是5.625里至6.125里